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我們邀請到2022年就回來的台商廖老師 那廖老師今天要跟我們分享一下 中國的經濟狀況以及為什麼他要從中國特製回來 那我們請廖老師簡單跟觀眾自我介紹一下吧 八九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叫廖金章 我是去年4月份才從中國回台灣的 我是一個在中國工作了25年的台商 去年回來了嘛 至於就是為什麼要回台灣 我們當年去中國是因為中國那個時候 經濟是一個上升趨勢嘛 那時候台灣確實是一個下降趨勢 這個不可否認 但是現在中國是下降趨勢 台灣是上升趨勢 所以正常的人這個時候回來是很正常的 因為中國確實沒錢 我中國還有很多朋友 現在還能夠看到幾個公司的財務報表 現在經濟可能是有史以來最差的 就是說我們從進中國 到現在有史以來從來沒有這麼差過 我在工廠在東莞 東莞從來都沒有差 以前中國哪裡差 東莞都不會差 因為東莞是所謂的世界工廠 東莞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你什麼東西在東莞都找得到 因為它的產業非常的完整 但是現在呢 你現在去看一下 整個垮掉 甚至很多人找不到工作 東莞要找工人很難找 還要讓工人回去家裡帶人來啊 以前是缺工這樣子 缺工缺得很厲害 就是這幾年開始 從2021年開始 他不是突然停電嗎 中國是個不缺電的國家 但是他2021年停電 他工廠 他可以一個禮拜可以停三天 停四天 他不先預告哦 他高興怎麼停這怎麼停 因為我認為中國是不缺電 這種情況下應該是很多人說那叫電力政變 電力是李鵬家子管 這個國家已經開始什麼 動亂 他不光是經濟不好 他是內部政治開始動亂 你稍微有一點那個 有點敏感度的人都知道 該走了 該回來了 去年他不是封城嗎 習近平他居然敢封上海 會讓你覺得不可想像 好你封上海也就罷了 你為什麼封上海的港口呢 上海港是說所有大部分的貨都是從上海港的 而且上海港裡面沒有疫情 封港你就整個 貨物沒有辦法進嘛 出口的貨物也出不了 進口的貨物也進不了 比如說我們是做化工的嘛 其中有兩三樣原料是從上海港進來的 基本上你上海封城停工 本來我們東莞還可以繼續生產嘛 就是因為這個情況 我們也被迫停工 那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國家已經不光是政治經濟的問題了 整個國家沒人在關事 他們只管鬥爭而已哦 只管欺負人民 只管鬥爭而已 他不管你人民經濟的死活 全世界就算是獨裁國家 他也要把經濟搞好 習近平這個習大傻很奇怪 他什麼都可以不管 他就說我就是要掌控 所以他說 其實所謂的封城不是真的封城 他在演習 我要怎麼控制人民 我要用兩個大白 兩個大白我就可以控制一個小區 所以我那時候就罵上海人 我說你們都覺得別的地方都是什麼 鄉下人 但是我跟你講啦 共產黨把你們看哦 看得比什麼都不如 共產黨去搞新疆 還要派軍隊去啦 搞你上海派兩個大白 你們就乖乖的 好像是哦 一個小區幾千人 兩個大白 在門口你就乖乖的 而且這個是影響到什麼 甚至連吃東西都沒有東西吃 他們也不敢衝哦 也不敢反抗哦 這樣怎麼這麼溫馴的人民啊 我說有這麼溫馴的人民 有這麼懦弱的人民 才造成獨裁的政府 這是我那時候在中國的民主群 開始講這些話 我那時候就被喝了四次茶嘛 我不是回台灣才反共的哦 各位 我在中國就開始反共了哦 所以我在中國所謂的民主群嘛 實證群嘛 我就在傳播所謂的海外的資訊 共產黨常跟人民講說 哎呀 中國人不適合民主啦 我說那共產黨騙你的 台灣民主過得很好 我們一開始只是想說 傳播真相給中國朋友嘛 後面發現不對啊 所有的問題都是在體制嘛 你體制有問題嘛 所以在中國就是這樣 我們在這個群裡面 很多所謂的民主群 我們混好多年 玩了很多年嘛 但是你罵共產黨沒事哦 但是你只要罵誰 你只要罵到習近平 你第二天就喝茶 那我們那時候忍不住了嘛 所以我那時候被喝了四次茶 喝了四次茶之後呢 到去年的四月份 我突然有朋友跟我講嘛 就是體制內的高層跟我講說 你可能要走了 現在好像有你的通緝令下來了 所以我那時候就趕快跑回來 因為去年四月份還在封城嘛 所以深圳跟廣州 飛台灣的機票都沒有飛 只有香港有飛 但是封城不能去香港啊 那時候我也沒辦法 突然聽說 深圳的蛇口港到香港機場 那個船居然開了 我那時候就趕快跑回來 我那時候工廠也沒有處理好 放了就回來了 那我回來不是開始就在各個節目 上片各個節目嗎 所有的政論節目我都上過了 我就罵習近平 我罵他習大傻 這個人不能罵耶 罵他習大傻他不行耶 第三天就把我工廠給封掉 我回來把工廠承包給朋友嘛 我還不及處理啊 所以我也被他封掉 因為我罵他 我在各個節目都罵他 這就是我回來台灣的 前因後果 或者你說我在中國二十幾年了 怎麼樣那裡都是我的舒適圈 台灣人有一點點小錢 有一點點小權力 在中國可以過得很好 因為我們是特權階級嘛 我說我以前在中國 我是傳播真相給中國朋友 現在是要傳播真相給台灣朋友 台灣對中國太不了解 很多人還在期待中國耶 你不知道這麼多人還在 親共舔共我覺得很可笑耶 你真的不知道 中國的鐵拳 你被被打過是吧 所以就是說現在 你看現在問題越來爆發出來了嘛 居然還有把國家機密 國家軍事機密丟給中國的 也就是說 台灣人確實不了解中國 只是我們未來要做的事情很多 讓台灣人真正了解這個世界在做什麼 不要用你的眼光來看世界 因為我覺得其實很多台灣人 他沒有在那個環境過 他不知道他會以為說 中國政府 頂多比 可能民主國家政府稍微壞一點點 但沒有壞到那種 他無可想像的地步 但我能跟各位講 他壞到你無法想像 毫無底線 怎麼有人可以這麼壞 他就是這麼壞 那中國經濟 你說以前是在一個成長的階段 那現在是什麼原因造成他經濟下滑 是因為歐美國家制裁他 還是說習近平自己做事 還是其實兩者都有 都有 當然啦 因為中國的成長 對世界不懼善意 他一直想要政府世界 一起什麼購買的 什麼一帶一路 然後去收買人家的媒體 包括我們的YouTube 什麼的 都有他的影子 這種崛起對世界不懼善意 人家會擔心 所以慢慢的 慢慢的 世界有所謂的去紅色供應鏈 這個很可怕 去紅色供應鏈 就是你中國出來的貨人家都不敢要 加上習近平也確實很奇怪 第一方面他說他振興競技 他現在還要招商引資 但一方面什麼 反間諜法 對啊 這個在幹什麼 所以他做了任何一件事 都是自我矛盾的 他已經被越南跟印度 已經起始取代了 所謂傳統三級架工的傳統產業 早就已經走光了好不好 而這個事情不是現在的事 早在歐巴馬時代 美國的採購商 就跟我們這種傳產講 你們十年內必須要把工廠移出中國 或者沒有訂單 這個事情不是現在的事情 這已經進行很久了 所以我說這個世界的秩序跟利益 都是美國人在分配的 美國還有能力分配這個東西 所以不要去跟美國對抗 所以美國人早十幾年前 就已經在籌劃企業 產業離開中國這件事情 我以為是川普的時代才規劃 沒想到更早 那其實民主黨或共和黨兩黨 雖然他們在這個內政方面 有不同的意見 但是他們外交上是蠻一致的 絕對一致 這個就是說美國人厲害的地方 他們雖然內鬥的很厲害 但是只要是國家利益 絕對是一致的 不像台灣 台灣是可以把國家賣掉 看誰賣得快 我們本土派的人 堅持台灣的價值 我們要防守住 但是這些親共人他比賽 看誰把台灣賣的價格好一點 我們今天居然無能為力啊 我說我對這個事情有點不滿 就是說 我們的政府這個事情 該做點事情 不要讓愛台灣的人 感覺那麼無奈 對我覺得台灣就 真的不是一個正常國家 就日本也好 歐洲很多國家也好 他們起碼對中國的態度 基本上是一致的 全世界都一樣 日本、韓國、美國、歐洲、德國、英國 哪一個國家不是對中國都是一致的 結果台灣是兩個極端嘛 兩個極端這個事情總要做個解決嘛 就是我十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高中老師他們都說 啊中國要推一帶一路啦 習近平上台啊 中國要越來越好 台灣這個時候回歸同意是好的 結果我現在看起來全部讓我 他的一帶路怎麼會成功 而且他還是我的經濟老師 這個就是這樣 有太多人他們有大一統的思維 他們對中國有感情 所以他們的感情蒙蔽了他的理智 中國沒有那麼強 中國很大 中國真的從來都不強 不要被這種假象給迷惑 我們台灣人要堅持住 其實說真心話啦 共產黨對台灣 他拿我們沒辦法 因為我其實我遇到很多 很多這種親中的台灣人 看到你們這種台商 可能回來講一些真相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你們這種人就是吃光抹盡 中國共產黨給你的福利 你現在又反共 他就說你吃了共產黨的飯 砸共產黨的火 說是共產黨 他們會這樣 我幫共產黨創造做的外匯 共產黨像這樣 郭台銘我雖然不喜歡他 那他講一句話是對的 共產黨是靠我們這些台商的 台商賺中國GDP百分之3%而已 但是中國的外匯 台商創造百分之45%的外匯 在台商走的他是很頭痛的 他沒有能力啊 你不要小看這些東西 你台商沒什麼東西 你們做那個做組裝的 組裝沒有技術嘛 你不要小看啦 如果組裝沒技術為什麼 那些所有電子業 蘋果啦 那不可這些組裝 為什麼都台商在做 你中國人做給我看啊 是不是 他那個立訊不是 不是本來要接蘋果的訂單嗎 結果做不好 每張單都虧本啊 很簡單的道理 你做一個月做10萬支手機 跟做100萬支手機 那個管理方式不同 所以你小看 覺得台灣還做組裝而已 不好意思 你都做不起來 沒有台灣你也做不了 這些電子業 電子五哥慢慢移出中國之後 中國你看你們自己 你們自己哪一家 來取代台灣這些電子五哥 你說給我看沒有 所以他們常常在講說什麼 很多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 不好意思那很多都是 我們台商或是外商在中國蓋的廠 就是冠你中國的名字 是啊 就是這樣 你說台灣有45%外銷在中國 我就問你啊 你去市場上看得到台灣貨嗎 你在市場上絕對看不到 為什麼我們銷到中國的都是什麼 都是原料嘛 對啊 都是零件嘛 都是晶片嘛 是幫你中國創作成成品 去賣美國賣到國外去賺外匯的 不是台灣靠他 因為我們這些外銷 這些廠商遷移到東外亞 還是從台灣進原料嘛 不用被人家扶到說 啊這樣經濟的靠中間 沒有 是中國靠 不然我問你了 ECFA怎麼不停 他ECFA他沒有停 他昨天沒有跟你停ECFA 沒有停ECFA 但是他本身的需求降低了嘛 所以我們現在 如果到中國 本來是45%現在大概剩下35%了 大概降了快10%了 ECFA沒停就降10%了 表示什麼 我們的廠商外移 所以現在可能什麼 東南亞 印度 墨西哥 可我們進大量的原料 因為我們的廠商 跑到這三個地方去 他真的能動你的東西 是什麼 那些農產品嘛 農產品本來就不在 早收清單裡面 各位弄清楚 所以說那個東西 本來你台灣人 如果你種水果 是為了賣到中國 該死了 中國水果有多便宜 你知道嗎 你台灣本來就賣得貴 再出到中國 運費層層剝削 那個水果賣到一斤上百塊 幾百塊 人民幣喔 不是台幣喔 所以那個本來就是一個 特殊消費群 那個真的是中國在跟你做統戰 中國人沒在吃那貴的東西 那個純粹是統戰 所以這樣也好 他現在也好 你台灣人提早清醒也好 你那個時候去中國 那個時候 普遍中國人的薪水 跟現在的薪水 跟物價比例 你覺得怎麼樣 以前我們去的時候 中國人工資大概薪水兩百塊 我九五年去了嘛 1995年 那個時候大概兩百塊 他們加班 加班 一個月大概可以領到四百塊左右 現在大概 我回來之前 我的工人大概在五千塊左右 也就是說這二十幾年 其實薪水翻了二十五倍 他們依舊是養不起家 這個是我 我跟工人講嘛 你這個不能怪外 哪有二十幾年薪水 漲二十五倍的 你還養不起家 因為你通貨膨脹 你們的錢跑那裡去了 全世界把錢弄到國外去 只有你中國人最多嘛 瑞士不是說 前一百個官員 在瑞士有幾兆的美金的存款嗎 幾兆美金 你要聽聽看 這個多離譜啊 中國人 這些年改革開放 所有的成果 都被攤到國外去 所以你中國人到今天 沒有內需 這麼大怎麼沒內需 當然沒內需啊 他沒有外銷 因為他主要經濟還是靠外銷嘛 這麼大的經濟體 照理說像美國這樣 美國是有強大的內需 你全世界都要賺我的錢 中國沒有內需啊 中國他的經濟 40%靠外貌 你都14億的國家 你還靠別人的外貌 表示你這個國家並不強 即使是很大而已 是不是這樣 你如果說內需很強耶 如果他內需像美國這麼強 美國才3億多人耶 對啊 你14億人 那全世界不是跟你下跪的 拜託 你市場給我做一點 我賺一點錢 不是啊 因為你的經濟體質就不強 不健全嘛 所以你到現在還在靠外貌嘛 所以為什麼 川普一給你打一個貿易戰 打一個什麼關稅 你就垮掉了 我好像聽說更早之前 他是不准台商跟外國人 動中國的內需市場是嗎 我們一直都不能做內需 台灣人只能做什麼 萊料加工 三來一補 我們都不能做內銷 要做內銷要用人頭 知道什麼叫人頭嗎 就找一個女朋友 用他的名字開啊 這個就是這樣 所以讓台商在這上面 也出了很多問題嘛 做得台商做做的說 跟女朋友拿去 因為他必須要用個人頭嘛 都說乾脆就找一個女朋友 來做人頭 然後這個人回台灣的時候 再回去的時候不見了 他的首位都被換掉了 然後他說 你是誰不認識你 我老闆啊 沒有老闆在裡面 他的名字本來就人家了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種事很多 真的很多 台灣人真的是 是笨還是善良過頭啊 台灣人 沒有想到一個窮了八代人的人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們很多朋友說 他女朋友跟他在一起十幾年 還是一樣 他來回台灣 他就把全部財產都給捲走 還跟他生過孩子 一樣照捲 因為他們窮了八代人呢 他看到錢他會 ㄟㄟㄟㄟ 他們看到錢 不貪 他們受不了 他內心會癢癢癢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一個國家 公務人員 從頭到尾沒有一個不貪污的 這個國家 他們的那個特色啦 所以只要講到 講到錢的事情 六親都不認得開 跟你什麼 從他們的相親影片 那種事 也是看得出來啦 就像你在中國 到二二年才回來 也算近期啦 不距離嘛 對 那中國現在 就是以你那個時候來看 中國人平均的薪水或是薪資 你覺得是怎麼樣 一般人 我們不要說什麼權貴階級 一般人 其實我跟你講 他們不是那個什麼 李克強不是講說 六億人 收入不到一千塊嗎 對 這是真的 然後呢 如果你每個月收入有五千塊 就贏了百分之九十五 這百分之九十五的人 他的收入是低於五千塊以內 我常常跟我共同講 你在廣東這邊打工 你拿五六千 那是在中國算高薪的 這個是事實 因為他們有太多內陸的人 收入是很低 甚至是沒有收入 而且現在這一波更可怕的是什麼 外資都走了 他們的薪水是大量在降低 你知道嗎 很多小粉紅 或是很多這種 天空的台灣人 會過去在那邊吹牛吹噓 或是抖音商 拍影片說 哦 我身邊的人 月落過萬 十萬人民幣 那都是一趴兩趴的人而已 對 那個 那個很少 很少 那不是普通人 以前 可能在外商 還有一些的 對 拍誰啊 各位 你們的外商走光了 你們忘了嗎 你們的外商 跑了多少 你們不知道嗎 你去哪裡找那個 兩三萬的薪水啊 沒有啦 而且你是流血在輸出嘛 我就問你 為什麼流血還要輸出 我既然賣的東西 不賺錢 我為什麼要賣 會還缺外匯 他的觀念就是什麼 外匯賺回來 就是美金賺回來 說虧本啊 說哪有虧本 國內就這些笨蛋 我印章值給他 就是錢啊 就是人民幣啊 對 為什麼他通貨膨脹這麼厲害 通貨膨脹這麼厲害 他不去管成本的嘛 他認為 國內這些東西 我就印人民幣給他 又不用成本 你現在又數字化 對啊 你只不過說 到底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 共產黨會在乎嗎 所以說他們的 一切的問題 都沒有人在處理 其實這很感動的 政權垮掉 一定是經濟垮 共產黨現在經濟 真的在走下坡 而且沒有人在處理 大家只搞鬥爭而已哦 我有時候看不太懂 中國的經濟 有時候看他是通膨 有時候看他又是通縮 很奇怪 這個才沒有救 哪有這種現象 因為 大家都沒有收入嘛 沒有收入 所以他不敢消費 就產生通縮嘛 但是因為你政府 一直在發錢 一直在印錢 說又有通膨嘛 這很奇怪 要不然就通膨 要不然就通縮 他就像這個通膨 下通縮 這個就必死無疑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他根本就沒有活路 就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啊 2008年 中國不是暴力救市 就拿了四兆人民幣 救了中國的市場 也救了世界哦 今年他們不是說 他們多印了 三十幾兆人民幣嗎 放到市場沒有聲音 看不到 他的那個什麼 活動已經太多了 以前四兆可以暴力救市 還可以救世界 現在三十幾兆 我都看不到 比如說這個國家爛掉 台灣人不要再對中國 有任何期待 其實 現在還有很多人想去啊 我說你去不是去幫他 你看了 我那個中國房地產 最近全部都 基本上爆雷破產 其實恆大 其實兩年前就應該要倒了 只是現在才被抓 這兩天不是說嗎 他現在允許降價 以前是不允許降價了 沒有 現在已經允許降價了 我跟你講 中國的地方財政保安是40% 靠賣地 所以是靠房地產 對 現在這個房地產沒有了 地方政府沒有活路了 沒有錢了 怎麼辦 他的什麼 房產稅一定會出來 房產稅一出來 我跟你保證 房子更沒有人要 我覺得很好笑 他們又沒有 就是 永久的使用權 然後還要房產稅 很多人說 不可能 不可能搞房產稅 因為他不合法了 因為他本來就沒有所有權 我都使用權 什麼房產稅 共產黨什麼時候跟你講合法 不合法 他沒有活路 他沒有錢 只能找你人民要 這個就是說 這個國家 在中國歷朝歷代 都把人民當韭菜 政府沒錢就找人民去割 這一直都是這樣 這是中國政府的傳統 那為什麼現在還有一些 台商或是台幹會留在那邊 這些人大部分是什麼 你知道 就是說資產拿不出來的人 比如說現在 如果我是正常的 我資產我也拿不出來 我也就留在那裡 要不是工廠人要抓我 我也就留在那裡 你工廠現在是耐不掉的 也不賺錢 現在就是兩種人 一種就是說企業在那邊 處理不了 你也不可能整個丟了不一樣 所以還在那邊等機會 要不然就一種所謂的台流 你知道什麼叫台流嗎 流浪漢 這台灣流浪漢 我有看一些影片 就是有一些 就是中國的網紅會去拍說 他以前是什麼 台北來台中來台商 然後現在流浪漢就露宿街頭 很多 不一定他露宿街頭啦 但是他們很多 這些人就早期 最早去的那一區 要嘛就是台商 要嘛就是台幹 後面他們失去工作了 但他們也不願意回台灣 因為沒有面子 以前就是說景氣好的時候 他可以在中國 拿台灣人的身分嘛 還可以比如說賣個茶葉啦 弄點什麼 找這些台灣人借些錢啦 我就借了很多這樣的人的錢 他還可以靠這些台灣人 還可以救濟一下 還可以活嘛 但是現在台商都回來了 加上台商本身也沒錢 所以現在可能會有 大量的台商回來 跟台流回來 因為他在中國很難再活下去 其實之前你要看到 你要平時看到他 各個能說會到 因為他們曾經是高階台幹 要嘛就是台商的大老闆 那為什麼會變台流 中國是一個很競爭的市場 台灣人就是他工廠倒了之後 他也沒有能力再重新再站起來 他又不願意去打工 他就說我以前台幹多厲害 我以前台商多厲害 因為台商到最後 對台灣人 給台灣的薪水 跟給中國的薪水是一樣的 我說以前嘛 比如說中國人的薪水是兩三百嘛 台幹是兩萬到三萬 早期喔 最早是一開始進去的時候是這樣啊 但是後面台灣人覺得 跟那個台灣中國人薪水 零能力差不多 我就給你中國人的薪水幾千塊 那他就不願意做嘛 所以一般人那種 對一般人就不願意 所以他們就變成所謂台流嘛 台流已經到現在 我大概也到盡頭了 現在也很難混了啦 你在中國你那樣現在 你不如回台灣 那他又不敢回台灣 沒面子 沒面子 我以前處理很多這種事嘛 很多這種 在中國二十幾年 沒有拿過一毛錢回家 然後他死掉了 死掉了 連收私人都沒有 就是有收過這個嘛 然後呢 幫他火化之後 打電話給他台灣的兒女 叫他來收 說我不認識他 他說我出生都沒有再見過他 有很多這種 有時候他到中國 迷惑了 那個權力金錢 而且是主要是 中國女人會主動送上兩難 我聽不到很多都是這樣 對啊 他把握不住嘛 在那邊很多什麼二奶三奶 而且他最後落魄了 連回來機票都沒有 現在很多開始要先成海際會啊 給他們買機票回台灣啊 很多啦 都有啦 這是正常的 這不是每個在中國人都叫台商 也有很多台流 這個廖老師最後有什麼想跟台灣的觀眾朋友說的 我是提醒的 台灣人又有信心啦 中國只是大不強啦 我跟各位講 你想想看啦 發展了40年的中國啦 好厲害對不對 美國打你5年就幫你打趴 川普2018年才開始跟你搞貿易戰了 才幾年你們算一下 5年多一點點 你經濟已經趴了 那表示什麼 你沒有自己的核心價值 中國是個沒有核心價值的國家 不要再騙人了 台灣人不要再被騙啦 一點都沒有很了不起 他就是個普通國家 只是他很大 人很多 因為以前所謂的 人口紅利嘛 薪水很便宜啊 很便宜人家在去的嘛 他的所有的 當時成長的那個因素都不見了 已經沒有什麼 沒有人口紅利了 而且什麼 他的人口在副成長 他一切都垮掉 重點是中國的政府只顧著鬥爭 沒有人在管這個 所以說他會崩塌這麼快 泱泱大國怎麼會5年就垮呢 我們以前講說 他跟美國開始打貿易戰啊 怎麼一樣10年20年才會垮 我跟你講 真的沒有人想他5年就垮 當然是這個要感謝習近平 我們這個習大傻 真的是對世界貢獻非常 如果不是他 共產黨這樣慢慢的發展 我跟你講 世界上都看不到他有這麼邪惡 是他讓世界上警惕共產黨 所以人家說他是總加速師嘛 這是真的 他真的叫總加速師 所以全世界都要感謝習近平 只有中國人要恨他 因為他真的是把中國打趴了 但是讓世界認識共產黨 而且也讓世界有機會把共產壓制下去 好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廖金章廖老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中國的一些經歷 請大家多多訂閱這個廖老師的頻道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次見拜拜 拜拜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